这时候我们可以用顺时针和逆时针 可以让这个线条产生有力 斜侧面走 让这个线条顿挫的摩擦力比较强 而且要弹起来弹性 你看它有粗细的区别 这边粗这边细 表示书写是有笔法的含义 我们要求的是有笔法 翻面 这个时候可以用点颤笔 它力量感比较强 然后来开始囤 就是龙的身体 这样让它有点下来的时候 有点细 末端在跌宕的时候粗一点 这样 然后这个地方是圈圈代表那个雅 对吧 这代表地面 这个是日 老师都习惯先上面跟底下 中间交错这个直线比较细 上面比较粗 这比较粗 看起来就比较有精神 弄五寸 很简单 弄五寸 可以在上面 我写了什么 没有写 那就年年年有余 年年有余 像个人 再写一个上去 年年有余 签名签这儿 然后解释要写哪里呢 龙有春 就是不要拖沓 龙五春 来代表我们写这个组合字的意思 四个边角写它的寓意 这样理解吗 这样看起来不会拖沓 又经典 又解释 我看外面不少人 写的乱七八糟 你再吓傻 然后把这个整体感破坏掉 我希望你们能够脑袋清楚 左右四边是写寓意 中间这里是解释这个字 我在写什么 这样 可以吗